在微博之夜的颁奖典礼上 赵丽颖和张小斐同台领奖 他们一起被评为年度实力演员的称号 他们俩同况出现 瞬间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在2021年初 你好李幻英的票房大卖 成功以42.5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票房冠军 并位居中国影史票房第四 该剧的歌大主演一夜爆红 女主张小斐摇身一变成为40亿票房大女主 国民度一路疯涨 其实像微博之夜的颁奖典礼这种大场面 以前的张小斐是完全想都不敢想的 在被叫去领奖时 张小斐穿着漂亮的裙子走上台 而赵丽颖和秦浩就在她的前面 在走的时候 赵丽颖生怕张小斐被裙子绊倒 还是不是转过头看看张小斐 甚至还停下小等张小斐 这个细节网友们可都看在眼里 在拿到奖杯时 秦浩就大步向前走去 而银宝在那稍等了一下再走 任谁看都知道银宝是在等张小斐一起走吧 对于小斐 在这种陌生又隆重的大场面上 能够遇到暖心的前辈实属难得 而赵丽颖也并没有说破 反而用暗戳戳的行动示好 实属暖心 都说细节决定人品 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赵丽颖的人品也因此看得出来 赵丽颖不喜欢在圈中争其斗艳 她一直都是默默努力 然后经验所有人的类型 即使在离婚后 也会努力沉淀自己 再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这条路上越走越好 曾经赵丽颖的包子脸一直受到大众的抨击 通常情况下的女主角都是标准的瓜子脸 但是赵丽颖不服气 她质问道 一个演员的价值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而被定义 我当时心里就 暗暗的发誓 别让我抓住机会 一旦有 一定会贫困的抓 一个演员的价值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而被定义 她还暗暗下决心 别让我抓住机会 如果有 我一定拼命抓住 就是她这股不服输的狠劲 让她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她真的做到了 在同台后不久 何宋传媒就官宣了张小斐作为合作战略艺人的消息 很多人开始质疑张小斐 这是红了之后就想跳槽了吗 会不会和贾玲闹掰 等等谣言四起 其实早在采访时就有记者问张小斐 会不会离开大碗娱乐 张小斐丝毫没有避讳回答 自己是不会和贾玲解约的 那为何至今和何宋传媒搭上关系 有专业人员解释 张小斐与何宋之间只是合伙关系 并不是正式签约其下 就是单纯的互惠互利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和贾玲 没解约的关系 大家也有知道贾玲和张小斐关系好 有一些好的资源 贾玲更是很为张小斐着想的 经常为她出谋划策 张丽颖可能也是在你好李幻英中 看到了张小斐的潜力 在颁奖典礼上看到了张小斐的谦逊 所以才按戳戳想要招揽张小斐一起合作 不得不说能被前辈看好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大家期待张小斐和银宝合作吗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